太阳没救了 蒙蒂的无能和愚蠢 害苦了保罗也害死了太阳 太阳在第二场被绝金翻盘 比赛的转折点就是保罗的受伤下场 保罗为什么受伤 他受伤的时候 没有什么激烈的动作 就是简单的跳起来 结果居然拉伤了 这其实就是被蒙蒂害的 在上一轮系列赛打快船的时候 保罗的上场时间就来到了35分36分 这样詹姆斯都会累坏的时间 过度消耗和这场比赛的高强度防守 让保罗的身体扛不住了 他下场之后 也暴露了蒙蒂在战术布置上的无能 手握杜兰特和布克两大联盟大杀器 蒙蒂这么多场比赛了 硬是没安排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战术 除了单打还是单打 在指挥官保罗下场之后 场上的大脑没了 场下的蒙蒂就原形毕露了 他压根不会布置出什么进攻战术 他靠的就是保罗在场上的阅读比赛能力 太阳本场比赛11人轮换 而绝金是8人轮换 然而 杜兰特和布克的上场时间 都比绝金出场时间最多的约基奇还多 这轮换了个神吗 长期让球员得不到上场时间 只能让他们的手感冰凉 佩恩就是例子 以前的佩恩多准 现在坐冷板凳久了的佩恩多铁 当奥克吉在禁区附近空位都不敢出手的时候 蒙蒂压根就没想起来 替补西还有个单场 能砍30多分的克伦兹罗斯 杜兰特都被他用成了布里奇斯 那还不如别交易了 留着体能更好的布里奇斯 还有卡梅伦约翰逊 不是比杜兰特更好吗